就是即将快走出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就是经常点的时候 你要盯你了 盯你了随时就可以考虑介入了 对吧随时考虑介入了 而对于第三次他在里边来回震荡垃圾的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要在他上面浪费时间 因为这个时候这半小时之内或者这一小时之内 他不会有机会的 不会有机会 你在他上面浪费时间 也没有任何意义 海云他就是震荡 对不对 这是这个 突破和蛮突破模式 你看这是个24号 对你每一天他都有时有机会 每天都是有很多机会的 这是不幼钢的走势 就是周五吗 就是昨天吧 对吧 刚刚过去的 第一次突破 而且在盘入直播的时候 我重点告诉再来了 我说现在这个不幼钢 出现了一个向下突破的一个机会 大家可以重点去跟一下 重点去跟动一下 我说跟动一下 就是你们去跟一下 就是可以考虑介入了 对吧 刚刚走出来的 确认信号 这就是让给你提示你机会来了 确认机会 A B C D E 一点介入 对不对 确认 突破之后 确认在这里介入就可以 在这里确认 接任 介入 止损放在线内 对吧 往反弹的下 就开始往下砸 砸完之后 一浪两浪 你就可以走掉了 不要在后半一 不要等他了 再找其他机会 这是24号 对不对 24号 所以说呢 也就是昨天 也就是昨天周五嘛 对吧 这个机会 要在我在上午直播的时候 重点告诉大家了 重点告诉大家了 然后去做这个机会 这也是24号 这也是 昨天的 这个是 哪个品种 对 这个应该是塑料 应该是塑料 A B C D 你看这边虽然多次出击 但是呢 它在 往上 来之后呢 就是当一个点就行 因为它往下来的时候 都没有出击到这边 所以啊 A B C D 这边就是一个点 D E 对 破位 反弹 确认 再确认 在这里淹入 止损放在这里 对不对 这是塑料的走势 塑料的突破模式 塑料的突破模式 对不对 走的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 就这个角度就非常好 对吧 对吧 下降呢 这个高点下降的幅度比较缓 低点抬高的幅度也比较缓 不要太陡 太陡的话 成了一个喇叭状 那不太好 那我怕就放弃就行了 因为它这个角度太陡的话 它容易 比如 破位之后 我立马就得抽回来了 因为形目成趋势 这是这个 这应该是这个塑料吧 我记得 对吧 那再看那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尿素 你看尿素也是走的一平台 A B C D E 它走完之后呢 你看 它没有确认 对吧 直接拉回到这个区间之内了 拉回到这里边来了 它没有确认 到这一点之后呢 我们等它反弹以后呢 再往下砸 确认了以后 我们跟你呢 结果呢 它一往一反 反到线内了 这个情况下 一般就放弃就行了 放弃就行了 它走不出来 什么太好的机会了 结果后边 虽然也往下砸 砸了一点 但砸过来 你看后边 走不出来了已经 对不对 走不出来这种奇怪 一旦反围到线内的话 就放弃就行了 放弃就行了 对吧 就不要了 基本上你看 从后边来看 它眼睛确实没有走出来 当时我就盯着它吧 当时它这个行情 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盯着它 我看我还拉不拉 我还砸不砸 它不砸 反反 那会儿就放弃了 就没有告诉大家 这是也是24号 你看是不是 对吧 你就每天都有很多机会 在发生 就看你能不能去把握住 能不能去给弄它 能不能去观察出它 能不能走出机会来 如果你不知道这三种模式 对吧 什么反转模式 持续模式 突破模式 尤其是突破模式 走的是最多的一种模式 如果你观察不到 这种突破模式的 它这种 它这种 形态 那你怎么去判断机会呢 你没有一套这样的规则 你怎么去判的机会呢 你又感觉它 来回的拉 来回的震 你不知道 怎么去接触 这样的机会 不知道怎么去做 对不对 所以说 大家在交易的时候 首先你要明白 用你的那个 用你的那个规则 去衡量这个盘面 用你的规则 去衡量盘面 对吧 就怕你是 漫无目的的去看盘 那的话 你是找不到机会的 你也抓不到机会 机会也从来不会 向你 向你靠近 你在进行 盘看盘的时候 一定是带着 目的去看盘的 对吧 带着规则去看盘的 你不带着规则去看盘 你根本又抓不到机会的 对不对 你根本不知道 它在干什么 不知道在盘那 一会儿涨了一会儿掉了 你还 比如啊 掉完这一包 再掉一包掉到这里 有朋友还在追 追空呢 你追什么空啊 对吧 一浪二两浪都下来了 你还去追空 对不对 你追空的话 只好不套你套谁呀 是不是 不套你套谁呀 对 所以你要有规则 你要在头脑中 时刻想着 它去世 是不是走完了 对不对 它震荡是不是快结束了 是不是快出行情了 对 震荡结束 是不是快结束了 是不是快出行情了 那你怎么才能 你怎么去衡量 它这个震荡快结束了 你得有一套规则呀 这就是规则 你把孙说 我为什么让那家 建立规则 这就是规则 没有规则 不成方圆啊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吗 这不是 孙说啊 老辈子的说话 说的道理 都是有用的 没有规矩不是猫呀 没有规矩你又 不可能 你找不出来 这样的机会 找不出来 这样的机会 凶让大家 建立规则 是当务之急 对不对 用这种方法 建立规则就可以 如果你没有 建立规则的话 你根本又看不出来 它就是在这里 来回的钉刀拉锯 我还一砸 你它怎么答出来的 你也不知道 这机会怎么 怎么走出来的 你也不知道 你要知道吧 你又看啊 它是一个突破形态 走出来的 突破之后 它会走三浪一半 一浪两浪三浪 三浪的话 你就在这里 鼻掌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三症的机会啊 你一定要有 脑子里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它是在走什么模式 它这个走的 就是一个突破模式 对不对 收敛突破模式 这三种模式 我们就基本上 又讲完了 基本上也是 这三种模式 基本上涵盖了 日内的所有的大波段 所有的大波段 除了开盘那一波 我们也不做之外 那后边基本上 说完大波段 基本上都可以 涵盖到 都可以涵盖到 大家需要重点掌握 重点掌握 在学习的过程中 一定要勤奋 一定要勤奋 每天晚 每天下午收盘 这几次之后 你看这种大波段 都是怎么走出来的 都是怎么走出来的 一定要动手 一定要动手去 学 动手去画 去学 总结 你看到多了以后 自然带你头脑中 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呀 形成一个条件反噬 等行情再锁重要的模式的话 你就觉得 机会来了 马上进场 这就是机会 对吧 这是这个突破模式 我们再找第三部分 就是日内短线资金管理 与风险控制 这个很多朋友啊 对这个资金管理 风险控制啊 这块 这个 不养听 或者是 这这块 这个不够重视 这往往会导致你 大亏的原因是 那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啊 有一定要重视 这个日内短线资金管理 与富阳控制 那怎么去 进行资金管理 富阳控制呢 大家看看 对吧 那第一点就是 失手 对吧 在你没有方法之前 没有做到盈利之前 或者你在现在正在找方法 找重视下来箱 就像学习我们的方法哈 你没有做到盈利之前 还没有盈利的 你不可打仓 为操作 对不对 用急性的仓位去训练 对吧 现在你因为你现在 现在训练方法吧 你方法不成熟害 你用训练 用一手两手 对吧 你能做一百手 你做个几手就行了 做个几手就行了 你几手都做不好 你满腸去做 那不是 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那不是拿自己的钱往里 往市场里边填吗 对不对 所以吧 你一开始啊 你在练手的时候 又用急性的仓位去训练 直到达到盈利状态以后 你再去 你再去什么 你再去 按照正常的对的仓位 去做就行了 买仓必败 为什么呀 一开始你什么都不会 没有方法 对吧 也做不到盈利 你满仓的话 你肯定满仓重仓 你肯定会 什么 肯定会失手的 经常失手 对吧 而且你还可能不知随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就 你就做不好 期货 做不好 交易 所以我一开始 要以一种 失手的心态 做就可以了 啊 那么等你 熟练以后 达到一定的成统 水平以后 你就要固定 用固定的资金 仓位去参与 啊 比如认练 你可以用三分之一的资金 二分之一的资金 最多 百分之六七十的资金 都可以 对吧 这给你你自己的水平 你觉得你 自信了 你自然 你仓位 你就上来了 你不自信的时候 你凭什么 你拿重大仓位去操作啊 那这不是拿自己的钱 我给 往市场里边填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都是 敬金白银 都不是 都不是虚的 不要拿着自己的资金 开玩笑 啊 对不对 当然 你该试错 还要试错 你不试错的话不行 对不对 不可 互轻互重 这个仓位 就是到了一定的水平以后啊 你又可以 固定的仓位就可以了 没有把握 你往往会影响 你的这个自信心 甚至呢 会影响你的这个 判断 影响你的判断 而且会让你着急 这样的话 在这种形态下 你做都做不好 所以说呢 如果连续一吹 三笔交易不顺 你要暂停一下 需要修正修正 这样的第四个 就是止损 止损是日内 短线交易的 生命线呀 止损是日内 短线交易的 生命线呀 所以日内交易 你必须学会止损 你如果学不会止损的话 你最好 不要去做短线 而且 日内止损不能大 日内止损不能太大 你太大的话 因为 我们做日内 本来补入的波段行情 就不是太大 你如果把止损 放得太大的话 那你想补入 多大的收益啊 对不对 你如果止损50个点 你止盈也是50个点 止盈可能就走出 10个点 20个点 那也没意义了 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所做的这个 日内盈亏比 必须是 两倍三倍以上的 盈亏比机会 我们才去考虑做 一倍的盈亏比 甚至不到一倍的 盈亏比的话 主就不要去做了 那不叫交易 那不叫交易 那根本也不算生意 对不对 你不能冒着 100的风险 去赚那50%吧 你就是冒100的风险 去赚100也不行 你必须冒100的风险 赚200以上的利润 那才叫交易 冒着100的风险 赚200 300 500 800 1000以上 那才是交易 冒100的风险 赚100的收益 那不叫机会 所以大家又要放弃 这一块 所以止损 一定要做好止损 止损是日内短线 必须做到了 这是必须做到的 它给你这个进场脸 用它给你这个进场脸 跟你的离场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你止损太大 你这个盈亏比 就变小了 对吧 你这个进场也不好 对不对 进场也不好 如果它那个 错过了最佳位置 止损太大 你又要放弃 止损又要放弃 如果你找不到 这颗止损点 不知道止损在哪里 也不能做 也不能做 直至你找到 这个止损点以后 你再去介入 这个止损是铁略 这个是必须做到的 也是我们日内短线 交易的这个 生命线 也是这个风向控制的必然要求 这个大家是必须要做到的 小止损 都需要扛单 如果你日内在扛单的话 你要是扛单的话 那就 那你也就没有必要做短线了 不啊 你还想扛单的话 你日你做短线 你还想扛单的话 那就没必要做短线了 对吧 没必要做短线了 对吧 你是因为你是这样做 是不会成功的 对吧 你就是扛单 你还有一点底线 就是收盘前必于清仓 不管赢亏 有朋友就是因为 就是由于小亏 不行变成大亏 对吧 就是不舍的心情 不舍不舍 天天看到那个账户 一会儿资金少点 一会儿多点了 一会儿少点 一会儿多点了 最后呢 收盘前 他会儿等到明天 把明天结果更坏 最后又亏外大 又亏外大 很多人都是这样 亏进去的 我都赶快进二十年了 阿姨巴士 交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你们遇到的所有问题 我都遇到过 对吧 你知道怎么处理 知道怎么应对 对吧 知道不好好处理的话 它就会必然导致 失败的结果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这是这个止损 但呢就是个顺势机会 不做逆势单 好 除非确认趋势的转向 一句话 日内啊 他如果是上涨走势的话 我们刚才讲了哈 你讲了哈 上涨途中 你不要去摸顶 不要去摸顶 不要去猜那个顶 他长到哪里 你要观察 观察你能不能掉头 他掉头以后再说 对不对 他上涨的途中 你既然去找这个什么 找持续性的机会 对吧 上涨结束之后 上涨了一波之后 你还要看他什么 是涨涨的第一波 第二波 他如果是第一波 那行了 往往后把可能还有第二波 对吧 因为他转势不太容易 往后还有第二波 你又可能等他调整 调整 就是第一波 涨势结束之后 等他稍微调整 修整之后呢 再上攻 那你就做一个持续行情 做一个持续 对吧 做一个上涨的持续模式 对吧 那你这样的话就非常 就顺着这个方向去做 顺着这个方向去做 这叫顺势 除非等到他这个确实见顶了 走出一模双头雄内了 而且向下破位 出现确认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 做一个转势 在此之前 你不要去猜那个高点 就像我们前面那个图讲的 都是一些什么 破镜下了以后 出现确认了以后 才考虑转向 而且在此之前 基本上都是一波 都是两波 三波走完了之后 才考虑这个转势 对不对 所以他在这个转势之前呀 你想看看他走了几波了 你想看看他走了几波了 他如果是走了 只你一波 你又要谨慎一点 是不是还有第二波 第三波呀 对不对 兄叔啊 不要去 总是猜这个转向 要重点啊 顺势去做 顺势去做 这是这个 人类短线资金管理 风险控制 所以我所谓的这个 资金管理风险控制啊 其实啊 就是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做确定性的机会就可以了 做好止损 那就不存在什么 风险 风险这一块 就不存在什么 大的风险这一块了 好 关于这个 资金管理跟风险控制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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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